最近啊,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视频 视频名为Lazy的衣橱,已经消失的2006年的Flash游戏 作者在简介中说,这是我找了很多年的可爱游戏 我还记得小时候游玩它的场景 说的跟真的一样,但是我搜索了一下 却没能在网上找到这个游戏 没错,和Petscop一样,这其实是只存在于视频中的游戏 作者在视频中以一个玩家的身份 展示了晦涩的游戏演示 而背后隐藏的真相却异常的黑暗和恐怖 以至于在这期视频中,我不得不使用一些言语上的马赛克 用来确保通过审核 如果你是半夜刷到本期视频,那么请做好准备 这些视频的内容非常的令人不安 视频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角Lazy 背景介绍说,Lazy今天很忙 早上他要去公园里野餐 下午他要去购物 而晚上他要和最帅的帅哥约会 但只有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该穿什么 玩家需要帮助Lazy为每个场合准备可爱的衣服 这是十分简单的游戏模式 但此时却突然出现了一张画面 写着Help Lazy 这也象征着这个游戏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第一个主题去公园野餐 玩家为他选完衣服 他就来到了野餐地点 但后面的树林里却有着一张诡异的人脸 写着I love you Lazy 这显然是一个跟踪狂 第二个主题购物 玩家玩到一半 游戏中的Lazy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一段电话非常的令人难受 这个跟踪狂的语调十分的真实 我是不得不佩服作者啊 用现在流行的话讲 建议严查不相眼的 随后游戏出现了错误 接下来是变态深深的传息声 直接就ASMR了 选完衣服的Lazy来到了购物中心 但奇怪的文字又出现了 救命 而闪过的黑屏显示 他要杀了我 很明显 跟踪狂已经越来越尖禁Lazy了 时间来的夜晚 在我们的耳边响起了敲门声 文字提示 说有一份礼物 在Lazy的家门口 这礼物盒子里面 是一坨迷之物体 血肉模糊 变态的电话又来了 此时文字再次出现 Lazy请求玩家不要让他出去 但玩家无视了他的请求 Lazy还是出来了 他对玩家发出了质问 你都干了什么 之后传来的是Lazy的哀嚎 接下来有两张画面 我做一下处理 可以看出 Lazy被跟踪狂给拿啥了 随后 跟踪狂出现在的镜头之前 跟树林里的那张脸一模一样 他的独白文字是这样的 我就不翻译了 实在是有些残忍 视频到此结束 Lazy在玩家有玩的过程中 不断地发出求救信号 为的就是躲开跟踪狂 但视频中的玩家 完全没有当一回事 这不得不让我怀疑 这个玩家也很有问题 而如果说 真的有这样一款Flash游戏存在 那也属实是太黑暗了一点 一个月之后 作者又放出了第二个视频 2007年的Flash游戏 Lazy的餐厅中 令人不安的秘密结局 这是另外一个 关于Lazy的游戏演示 视频记录了玩家 打出的一个奇怪的结局 游戏的正常玩法呢 就是给客人制作菜品 在规定时间内 拿给他们 就可以顺利过关 玩家发现了 右上角的倒计时 这个三分钟时间 明显是太长了 所以他决定 让倒计时走完 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这不是不要紧 试试就试试了 整个游戏直接黑化 玩家的最后一秒的时候 完成了游戏 给我们展示了正常的游戏结局 在这个结局中 游玩的过程很是和谐 很符合这款游戏的可爱风格 之后 玩家就让黑化进行到底了 此时出现的是一些诡异的图片 画面之中出现了侮辱性的词汇 刀 Lacy的手上还有疤痕 看来Lacy显然是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各种绝望 随后他发现 客人们都离开了 因为我们耗时太长 Lacy很是沮丧 画面给到餐厅之外 Lacy的文字出现 这是我的全部 客人很生气 他们不会谅解的 如果我失败了 我将别无选择 除了自我了断 进度来到第二天 游戏更加的诡异了 玩家还是让倒计时归零 Lacy直接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前方高能 闪过的这一些画面 应该是暗示了 Lacy从小时候开始 遭到的那些恐怖经历 比如囚禁之类的 顺便还被洗了脑 这算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了 这一天结束时 和昨天一样 客人们都走了 Lacy变得异常愤怒 比如这句独白 为什么这些混蛋 连三分钟都不愿意等呢 这不公平 我讨厌他们 他决定明天 要给他们一点好东西吃 时间来到第三天 Lacy直接裂开了 桌上的东西 也真的是不可描述 烟头面粉啥的 应有尽有 还有这个最为瞩目的 大叔 随着食材不断的加入 闪过画面中的文字 应该也代表了他的遭遇 比如烟头 是他小时候的折磨 蟑螂是他的生活环境 还有不可描述的文艺篇 面粉 碎掉的玻璃 以及用过的寄生用品 这些东西都太不和谐了 所以我只能这么形容 但这些都代表了他的遭遇 最后是那个大叔 或者应该说是头 画面的右下角有余恩字样 所以这位可能是他的uncle 这里还给了叔叔一个马赛克特写 我个人推测 他就是Lacy遭遇的元凶 随着最后食材的加入 Lacy制作出了一盘官方马赛克 客人们也变得不对劲了 十分的诡异 说实话 看到这里 我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由于他的马赛克菜品 他的餐厅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被查封了 Lacy看着被关闭的店铺 整个人都黑化了 就这样了 Lacy变成了马赛克 玩家也获得了坏结局 这个玩家找到的秘密结局就是这样了 这款餐厅游戏比衣橱游戏更加黑暗 Lacy可能从小就受到了很严重的非人对待 而最亏祸首可能就是他的叔叔 他开了一家餐厅想要实现生活的独立 如果玩家正常游戏 Lacy就会获得好结局 而如果他经营失败 则会失去全部 这才让他在连续失败两天之后精神崩溃 他知道自己无法继续 所以在第三天时直接黑化 带走了他的叔叔 顺便报复了那些没有耐心的客人 随后走上极端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样的视频形式 让我想到了Water Files的第三卷 同样是通过视频 来展示一个虚构出来的黑暗游戏 但Lacy这个系列更加的黑暗 也更加的直白 他讲述的并非是鬼啊神啊之类的东西 可能就是因为太贴近现实了 这才会让观众觉得毛骨悚然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原片 保证会让你几倍发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就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好